当地时间14号 美国航空公司宣布将该公司旗下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的停飞机 延长到8月19号 这也是该公司本月第二次 延长波音该机型的停飞机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航空公司再次延长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的停飞机 至8月19号 将导致该公司在8月19号之前 每天取消约115架次航班 相当于其夏季每日飞行计划的1.5% 美国航空公司高层表示 他们相信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将能够在8月19号之前 得到安全认证 公司再次延长该系列客机的停飞机 是为了确保公司航班 在夏季旅游旺季期间的绝对安全 本月7号 美国航空公司就曾宣布 将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的停飞机 从截至本月24号 延长到截至6月5号 至于核实付飞该机型 公司表示 需要等待美国联邦航空局 运输部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和其他监管部门的消息 将近半年内 印尼诗航和埃塞航空公司 各有一架波音737 MAX8型客机坠毁 合计致死346人 自3月10号 埃塞航空客机失事以来 全球超过370架 波音737 MAX8型和9型客机 继而停飞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 停飞或禁飞这些客机 美国航空公司 目前拥有24架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按照原定计划 今年波音还将交付 至少16架该型客机 波音上月证实 已经暂停 向客户交付 737 MAX系列客机 并于本月初决定 削减该型号系列客机的产量 每月减产10架 多家媒体据此预测 737 MAX的软件升级 可能不会很快获得认证 该系列客机 仍将继续停飞 至少两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